金牌大間諜 是沒有什麼大不了的 我們每個人身上都有 都住在我們的毛囊裡 我這個老天鵝 它叫做扁平油 它其實是個病毒感染 而且這個扁平油 有一個特別的症狀 就一手偷一手 嘴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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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感像這樣的這種黑斑 然後胃盡也要做下去 對裡面有上百顆的這個體驗 如果說小時候就鼻子這邊 就長出這種咖啡色的小顆粒 要注意 可能內臟有種 好 我們我妹妹住完 身上出現了很多的老人板 一方面是幫她做了一些雷射資料 但是一方面覺得她這個數量實在是 太多 令她去做這樣子的檢查 六個月之後她就發現是 就是 對 真的 真的 首先歡迎今天與我們討論 皮膚外顯問題的 金牌聯合醫師團 以及四位陪整團 歡迎你們來到金牌大檢點 很多人都有這樣的一個經驗 就是化妝或者照鏡的時候 突然發現 原來平滑 帥氣的臉盆 我加幾個字會死 突然冒出一顆一顆小小的肉牙 息肉或者是紅斑紅疹子 但是不見得會痛會癢 這些肉牙息肉紅斑紅疹呢 會不會是身體的健康發出的警訊 小的情報員 告訴我們你發現了什麼 你看看 我這完美的臉龐 但是我這邊竟然有一顆肉牙 這些長在我們皮膚上的違章建築 真的很討人 隔壁的張太太說 是因為你保養品擦得太營養 所以長了肉牙 但真的是這樣子嗎 今天第一個情報就是 肉牙貌不停 恐是腸胃肝病變 她真的是張太太 妳就叫她張太太 沒什麼意外的話 樓上是不是住了一位 熊小姐跟黃先生 黃先生 沒錯 那麼巧 她們皮膚都有問題 我跟你講 這太可怕了 肉牙 我就發生過 而且我也看過別人有 而且聽說她貌不停 聽說年紀越大 貌越多 結果 妳竟然說 是肝腸胃的病變 到底怎麼回事 我們就找一個肝腸腸胃科的 順平醫師 是 我們臉上出現一些紅斑 肉牙 當然有可能是單純的一個 皮膚病變 但是要注意 也有可能是全身疾病的 全身疾病 對 也就是說是 我以前遇到有一個 30歲的一個男性 她那個時候是上腹痛 來給我看 上腹 對 然後我給她檢查的時候 發現肝腫得很大 同時在她的臉上 就發現 有像這樣子的一個 紅色 紅紅的 還有咖啡色的一個小顆粒 有點像酒糟筆 但是呢 比較特別就是說她小時候 六歲的時候 沒有喝酒 就已經長了幾顆了 結果呢 我們仔細給她做這個檢查 發現她肝臟 長了一種很罕見的腫瘤 叫做這個血管肌肉脂肪瘤 這個很少聽過 大概有 相當大的一個腫瘤 她的這個鼻子這邊 我們跟她做切片檢查 發現是一種 也是一種很少見的一種疾病 後來研究起來這個病人 是得到一種叫做 結結性硬化症 也是一種罕見的這個疾病 身上會產生很多硬的一個結結 那所以呢 她身上包括皮膚 還有肝臟 還有腎臟 甚至腦子裡面 都可能會產生一些腫瘤 所以她這個呢 這個皮膚上的病變 其實是她全身疾病的 一個表現而已 後來我們幫她 把那個肝的腫瘤切掉以後 她的肚子才不痛 所以如果說小時候就 鼻子這邊 還有這個鼻兩側就長出這種 咖啡色的小顆粒 要注意了 可能內臟有腫瘤 不能輕忽喔 不能輕忽 另外 很多觀眾認為 眼周附近的長的小肉牙 尤其是擦眼霜的人 對 這是什麼 肉牙除了眼周附近之外會長 還有哪裡會長 皮膚科 魏佳文醫師 那我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可能比較常見的 眼睛附近容易長的一些小腫塊 因為是一般年輕女性很容易發生 跟大家分享一下常見的 常見的有幾個 眼睛附近的 常見的長的一些小腫塊 其實有時候 大家來看門診的時候 都會問我們說 醫師... 我眼睛附近長一些小肉牙 或小肉瘤 到底是什麼東西 事實上其實 肉牙跟肉瘤 其實只是一種統稱 我們臨床上 常見的眼睛附近的 長一些小腫塊 有這幾個 第一個跟大家分享 這所謂的叫汗管瘤 那這個汗管瘤 它其實常耗發在 年輕的女生身上 它長的是一點膚色的 一顆一顆 長在眼睛下面 很多女生都問我們說 是不是擦眼霜 擦多的時候才冒出來的 那事實上其實這個 大部分跟 所以有些人 甚至有點遺傳的一個問題 第二個比較常見的 叫做素粒種 是這一個 叫素粒種 兩個真的很像 素粒種的話 它裡面很像一個小粉流的概念 粉流是一個小囊蛋 裡面有卡一些角質在裡面 所以這叫素粒種 這兩個其實 滿常見的 不過這兩個都是良性的 好像比較具體的粉刺一樣 對 有點類似這樣的感覺 不過因為這兩個 其實是良性的 大家比較不用擔心 那比較麻煩 是上面的這一個症狀 它叫做扁平油 這個麻煩點在於說 其實常常我們在門診的時候 很多患者來我們門診的是說 醫師我臉上 尤其是眼睛出現長 這一小顆一小顆的 然後我到美容院去 請我的美容師幫我挑 可是要怎麼挑 要挑不出來 擠也擠不出來 看起來好像長一塊東西 在上面想要把它摳 也摳不下來 那這個還不打緊 結果它發現 這是為什麼 因為這個叫扁平油 它其實是個病毒感染 它會傳染對不對 它會傳染的 沒有錯 而且這個扁平有一個特別的症狀 是容易癢 那癢就很麻煩 你就想去抓 像你看發現這個 這個額頭的症狀有沒有 它有一整排一整條線的 它因為癢的關係 抓它 抓 結果一整抓過去之後 整個病毒把它抓過來的 以台灣來講 很多發現 是在台灣的女性的患者身上 跟女性的 用的一些保養品 尤其是粉撲 這個東西有一點點關係 粉撲 對 因為 因為我遇到很多的患者 他說他們粉撲 用了大概半年一年 都沒有換 也沒有洗 那你知道粉撲其實上面 其實它滿髒的喔 有統計說 如果說你這個粉撲啊 半年沒有清洗的話 上面會長很多細菌 長些病毒 甚至黴菌都可能跑出來 那個細菌量是 這麼髒 對 那感覺上好像是拿你的 抹布擦臉的感覺 所以說其實 這樣子的環境之下 它當然病毒量會越來越多 因為我們臉上 尤其那種粉撲的時候 你的皮質啊 你的汗線啊 都會沾到你的那個粉撲上面嘛 那你就變成一個細菌的一個溫床 它就一直撲... 本來可能一點點的 撲...之後細菌越癢越肥 越癢越多 結果整個臉多刺 所以說有時候粉撲這個 還是建議要經常更換比較好一點 待會兒廣告的時候 就有很多人去丟粉撲 對 但是買一堆 最近買超好 不過你剛剛講的那個扁平油 對... 它的摳也摳不掉 自己也治不好 那你說來找你們 你們怎麼弄呢 這個其實在臨床上 很多治療的方式 你可以採用冷凍治療 或者有一些藥水可以點 甚至有一些免疫之際的藥膏 也可以做治療 這個其實健保都有幾部 所以遇到這個問題 不要擔心趕快來找我們 那其實下面這兩個 也可以處理的 不過這就要美容方式來處理了 有的就要自費來處理 會效果比較好一點點 對 像我們有個朋友 他就是長的這種扁平油 他看起來就跟一般的痘痘粉刺一樣 就自己摳 本來這裡只有一兩顆 他就摳一摳擦一擦 後來整個脖子都是 後來去找了醫生 那時候算一算 100多顆 對 他一擴散就全部都是 醫藥新聞這麼久 有採訪過一些皮膚長瘤的 或者 沒有 我自己就會長 像這種肉芽也是 妳也有 對啊 那我們也是要定期去保養 定期去給人家挑 我覺得這個應該是算 我們那時候就一直問醫生 就說是不是都怪說 擦得太營養了所以長 妳一定懷疑過這一點 對 後來我就問醫生說 那不擦了是不是會不長 他們也沒有辦法給我答案 對啊 就是我們花很貴的錢 我們花很貴的錢買眼霜 有些其實體質性的 跟你擦什麼東西 其實關係倒不大 對 再多一個 妳自己是女生 皮膚科 營養的一些 一天到晚有人敷臉的 擦了一些所謂面霜 未婉霜 對不對 日霜有的沒的 對不對 他難道不會因為這樣的 堵塞毛孔而長出一些 什麼東西出來 就是如果說擦太營養或太滋潤 可能少數或是說 BB霜 滴滴霜這些 就是比較濃稠的一些粉底這些 有可能會堵塞毛孔 長出一些粉刺這些有可能 但是像那個 衛醫師剛剛分享的一些 像汗冠流這些很多是體質性的 跟他做的保養沒有太大的關聯性 可是我之前也有長過 因為我自己是 我那時候是我姐姐 就是介紹我一罐眼霜 我就想說那我就擦 結果我擦了之後 因為我本來眼睛是便宜 就長出很多那個小小一粒一粒 我以為是粉刺 我就去擠它也擠不出來 我後來是去皮膚科 就是用那個冷凍治療把它弄掉 可是我後來停用眼霜之後 就沒有再長了 所以應該不是體質問題吧 妳現在的意思是 把它打槍就對了 沒有 因為他剛剛有說 有一些是體質 有一些是擦炭營養 那因為我應該是擦炭營養 因為我那時候連脖子都有長 就是長那種一粒一粒的 但是脖子的是擠得出來 那眼睛我覺得 它可能是我吃力點不對 或是怎麼樣的 那妳脖子擠出了什麼東西 就是那種白白的小粉刺 我都去給那個 就是那種皮膚科 就像豆豆粉刺那種東西 對 就是做臉的愛及 可是因為眼睛這邊 它不敢幫妳擠 後來就發現好像是那個眼霜 因為我把眼霜拿來擦頸紋跟脖子這邊 那那個眼睛 因為是我姐姐介紹我的 可能適合它 不適合我 後來眼睛這邊 本來我停用了之後有削了一些 可是有一顆它好像就是過度營養 然後就長在裡面 以前早期在20年前那時候 剛出來那種裹化劑 卸妝油 對 那個也會啊 很油嘛 油油油 然後呢 洗掉對不對 當年水跟它乳化效果出來以後 整個白白的 整個都欠一樣這樣子 對不對 最後用水啪啪啪的清掉 欸 有意思 這樣卸妝還滿有意思的 三天 太油了 太油了 我就不適合 人家撐在那鑰匙 哇 多好用... 我說那三天 整個臉長了20幾個豆子 哇咧 氣死我了 太油了 皮膚是人體最大的排毒器官 排毒喔 也是跟外界接觸最大面積的器官 所以皮膚的任何狀況 不能等閒視之 你們即將聽到一個非常 駭人的消息 來 吳京律師 就誠哥說我沒有錯 就是除了從剛剛衛醫師講的 我們臉上可能會注一些 病毒 蓋的違章建築之外 我們皮膚裡面也可能會注一些 就是顯微鏡下面可以看到的這種 所謂的蠱蟲 或是我們叫做 就是毛囊如形蠻 或是一般民眾 可能叫做毛囊蟲 那最近其實還蠻行動 就是說 我們就是可能看到一些影片 就是我們如果擠出 一個毛孔裡面的角質的時候 會看到一些毛囊蟲 然後事實上啊 我們在皮膚裡面呢 如果我們做一個簡單的 一個皮膚表層切片檢查 這表層切片檢查怎麼做呢 就是拿 去黏一下你皮膚 是真的喔 是三秒膠黏一下 就可以可能會看到這樣的情況 就有一些 因為患者他的皮膚裡面 毛囊蟲比較多 那我們在行為鏡下去看到 這一隻一隻像 一匙春水裡面有魚這樣的感覺 對 然後呢 裡面一隻隻毛囊蟲放大 就像我們圖片看到 就是有四隻腳 好像有點像 宮崎菌的 王蟲那種感覺 的蟲的形狀 牠就住在我們的毛孔裡面 那其實呢 就是這毛囊如形蠻啊 是沒有什麼大不了的 我們每個人身上都有 就住在我們的毛囊裡 數量上面 對 有多有少而已 那牠們共生住得好好就沒問題 如果牠只是在裡面住好 不要住太滿都沒問題 那什麼是住太滿呢 就是我們說的 如果我們用行為鏡 用一個一公分 一平方公分大小的一個撥片去黏 用三秒就用一黏 超過五隻 就代表牠住太滿 住太滿呢 在一些體質的病人 就可能會產生一些 臨床上的症狀 我現在聽你講話 整個很癢症狀態 很癢 很癢 原來有症狀態 他剛剛說一公分平方有五隻 一公分平方這樣子而已 對 就是這樣 五隻 那正常應該住幾隻兩隻嗎 正常就是少於五隻的話 都還在正常的範圍裡面 一般來說 不太會引起臨床上的症狀 就住的或多或少 那春夏的時候 就是最近大家可能就覺得 皮膚開始有點敏感 臉有點癢癢的 好像容易泛紅 你熱就覺得不舒服 熱就開始癢然後泛紅 有可能就是毛囊蟲在春夏之際 研究發現確實會比較 長得比較蓬勃一點 就是瘦掉比較多 還有毛囊蟲 整張臉可能有五萬隻 我再個人打你 我早就懷疑你了 住你那邊一下嘛 我那個老天鵝 對 那臨床上會看到 就像我們所看到的這樣子 就是右邊這張圖 可以看到就是臉上啊 就是泛紅 敏感 騷癢 覺得有點紅腫 甚至想出一些顆粒 或是小的濃泡 然後呢 那這些病人一開始啊 可能會以為自己 會不會是 長痘痘 沒錯 那其實呢 它臨床上跟痘痘有點像 但是它整層 會有一個這樣的泛紅 而且會看到一些 血管擴張的情形 然後呢 仔細 交給專業皮膚科醫師一看 就會發現 它上面沒有什麼明顯的粉刺 它都是一些秋疹 就一顆一顆的 可能有些小濃泡 可是沒有我們看到就是 角質那種可以擠掉的粉刺 那這其實就是一個九招 或是我們叫做 所以說 就是毛囊蟲不要太多就沒問題 當然太多就需要來治療 那現在呢 都有一些很好的治療方法 包括一些可以除毛囊蟲的藥 或者是如果不是毛囊蟲造成九招 也有其他的藥物 或口服藥物可以治療 所以大家不要太擔心 也不要一直內心覺得癢 害我都覺得不好意思了 如果你真的覺得你的皮膚 不是很容易有狀況的 對 很容易泛蟲 除了體內散發出來 造成的一些過敏之外 對 有時候就是這些蟲在做過來 確實就是 住在我們身上的這些蟲 那另外 除了住了毛囊蟲之外呢 我們身上如果長這些顆粒顆粒的 一般想在長在胸口背後 可能臉頰上也有 一開始又想 又是青春痘了 那其實這個啊 就是除了青春痘以外 就是我們所謂的就是 這些青春痘的左瘡感菌造成的以外呢 還有可能是一些其他的細菌 或者是一些 長症菌類 長在這些毛囊裡面 也可能會形成這樣子一顆一顆 圓滾滾 亮晶晶 透亮透亮的小毛囊鹽 我就長過毛囊鹽啊 可是我不是長在胸口 我長在 蛤 妳不要亂跪 不是 真的 因為我那時候去長灘島 然後我就是回來 膝蓋這邊就長一顆一顆的 然後有一點冒出白白 我以為是粉刺 然後手臂也有一點 我就在那邊擠它 我就拿那個針在那邊挑啊挑 就是會挑出白白的 我以為是粉刺 可是因為剛醫生在 就不是粉刺 因為醫生說我是毛囊蠟 那個 毛囊蠟也就是毛囊蟲嗎 就是如果是長在 它像是膝蓋或下肢的話 細菌性的毛囊也是比較常見 所以說就是 太髒對不對 對熊熊 可能天氣太熱 太悶熱潮溼 或是在那時候去海島國家太熱 然後或是常常悶著坐著 然後壓在那邊 有可能真的是有些細菌感染 那看到那個白白的 可能就是真的是細菌引起的化膿 像熊熊這樣的行為 我就是說其實像遇到我們皮膚 這個問題的時候 我們建議還是大家趕快來看醫生 不要自己去摳 自己去擠 因為有時候其實本來 沒有那麼嚴重的 可是你手上可能沒有消毒乾淨 就去擠它 就會把手上的細菌 擠到那個傷口去之後 反而那一方更嚴重 化膿更跑出來了 有時候反而越擠越糟糕 真的... 因為像我自己胸部會長一點點 那個 就是女生好像身體上突然 那是血管痣 還是蜘蛛痣這一類的 我不知道就是身上 好像莫名茂痣都是不好的 莫名茂痣都是不好的 可是我們今天沒有命理師的 怎麼辦 我很樂意 待會兒看看 待會兒 那一半看看 醫生你是肝膽腸胃科的 醫生你是肝膽腸胃科 這個表演我不知道我有看到 不過我跟你講 特別提醒一下 有時候是肝病 妳要特別回去看看 這一個痣有沒有長角 如果是單純一顆痣 沒關係 但如果它有長角 我們講蜘蛛痣的話 事情就大條 有可能是有這個 妳講蜘蛛痣的話 事情就大條 不是 有可能是有這個 妳可以跟我們看蜘蛛痣長什麼樣 像我以前有一個病人 他是一個50歲的一個男性 這個叫蜘蛛痣 他當初來給我看的時候 是因為一隻痣 他的胸部 他這個中間 他是有凸起 是血管瘤 他還有 像四周散射的一些 擴張的微血管 有沒有 醫生你現在講的我好想 好慘 拉開來看一下 妳要知道我是這個節目的主持人 我必須要把關的 OK 等一下這邊還有那麼多醫生 那如果說是有這樣長角 我們叫做蜘蛛痣 那這個真的很特別 這個肝硬化的人大概比較會 才會有啦 因為這個肝硬化的人 他的體內 一些讓血管增生的物質 他排不掉 本來就用肝臟排排不掉 排不掉的話呢 他就會容易長這個血管痣 所以我就跟他講說 你這個 你這樣有肝硬化 結果檢查他真的有肝硬化 而且在左肝癌發現一個 好可怕 後來趕快 後來診斷是肝癌 然後轉給外科開刀 救了他一條小命 所以要注意 如果說是有長角的話 要注意 可是我自己肉眼看是沒有長角 我還覺得他滿可愛 那大概是單純的血管子 這個樣子變成這樣 放大的機會 放大 這是要放大嗎 放大 你以為你皮膚肉眼看長這樣 就是放大以後才長 放大以後才長這樣 那很危險 而且我還比他在更深 要檢查 還是醫生幫我看一下 不要著急 直接拉開 我們大家一起關心 先不要 先不要在這邊 整星外科 黃新惠 黃醫師 跟我們分享是哪一種 皮膚的肉瘤 來 我今天跟大家分享 事實上總統蔡英文 他去年9月才剛去割 如果大家可能看到有新聞 可能會分享 基本上他就是一個眼瞼的 所以他其實長得很特殊 大概會長在眼瞼的一個內側 有一點是淡黃色 他會慢慢的長成塊狀 對 一般號發在 40歲以上的女生 女生特別多 什麼女生 欸 就是 我剛剛好亂 我剛剛好亂 因為導播不適合 對 其實大家還滿常見就是 鄰居婆婆媽或什麼 其實就會看到 但是你說我看到 好像就覺得 好像也沒怎麼樣 但它事實上會 越長越大塊 面積也越大 那事實上目前的研究顯示出 它其實是 一種 就是說 它也是一個體質 但是 其實當你發現 有這樣的一個真相 就是眼瞼黃斑流的時候 它其實是暗示說 你體內有 問題 有問題 就是你有膽固醇跟高直血腎 的機率 對 所以其實事實上 其實是還滿鼓勵說 當你發現自己有 這樣的一個黃斑流 除了說 美觀上面的問題 可以請我們解決之外 那我們其實會建議你去做 就是相關的一個 健康的一個檢查 因為其實像 2011年其實丹麥 它也有一個大規模的研究 就是抓了一萬兩千人的病患 來做這樣的一個研究 那它其實發現說 有長這樣的一個 黃斑流 它其實心肌梗塞的機率 也是一般人的 就是 缺血性的一個心臟病 也是一般人的1.4倍 甚至連死亡率 都是一般人的1.2倍 就是大家如果有這樣的瘤的話 也可以去抽一下自己的血液 看一下一下 這些健康的數字 非常好的提醒 講到這個 我剛剛做的一個健康的檢查 真的啊 脂肪肝 中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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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我覺得我快死了 因為我身上 也長了一些奇怪的斑點 是肉牙嗎 不是黃 是紅色的 以前沒有的 後來越來越多 有 一個 兩個 三個 而且都在手臂上 你這個就是我胸部長的 我胸部就長這個 然後近距離看 對 真的啊 我都會長這個 這個比較大 這個 我不是凸起來 我沒有凸起來 我是平的 它有凸喔 我剛剛有 其實有看過 它這個是單純的血管瘤 血管瘤 沒有腳 沒腳 不過你還是要 徐醫生 徐醫生 徐醫生你沒有進去 你看我 徐醫生一直心細這個橋段 我以為沒有 我以為他不想細看他 你知道他也是一併處理 疑似同仁 你不要去有一些不好的想法 我們都是關心大家健康 所以我 這個是什麼 應該是血管瘤 為什麼會有呢 這個有時候是體質的問題 是良性的嗎 良性的 那你就還好 就不用理他 不過暗示可能你未來會 真的嗎 徐醫師 徐醫師 像這一句就多了 俗話說得好 畫虎畫皮難畫骨啊 知人知面不知心 那經過今天的討論 這句話可能要改寫了 因為這些專家們 他們只要看到 看臉看皮就知病 就大概知道你發生了什麼事情 所以不要再開玩笑 我們真的關心大家健康 熊熊待會兒留下來啊 OK 好 皮膚還有什麼狀況 來 小蠟 是的 長輩都告訴我們 我們看一個人 不能只看外表 要看他的內在 但是今天小蠟情報員告訴你 我們看一個人 絕對要看他的外表 因為皮膚呢 是我們最大的排泄器官 當我們身體狀況有問題的時候 皮膚就會粗糙 暗沉甚至是有斑點 所以接下來的情報就是 身上斑點多 廢物排不掉 腸胃道的風險會很大喔 身上的斑點 是不是跟廢物排不掉有關係嗎 中醫師 周偉仁 來 周醫師 我是真的覺得是跟肝有關 大家都覺得說好像 肝腎不好的人 皮膚就很差 但是我要先解釋一下 其實肝不好 腎不好 它是整個皮膚是整個變黃色 是肝不好 因為黃膽的關係 膽質膩流的關係 慢溢到皮膚 腎不好是整個臉會變全黑的 所以它其實它跟一點一點 一塊塊是不一樣的 如果你想讓皮膚不要有那些黑疙瘩 白疙瘩的話 你要如何做 再中醫是 因為中醫來說肺主皮毛 肺的外面是皮膚 舉辦來說 如果說你看聽到說 對肺很好的 一定不會是人生當歸 薑母鴨說我吃薑母鴨去顧皮膚 一定是良性的 比方說杏仁 白木耳 燕窩 有沒有 山藥 只要是顧皮膚是良性的 只要你讓皮膚變好 一定不是補性的東西 越補越燥熱 你皮膚會越黑 會越粗糙 所以其實要是良性像燕窩 白木耳 這些東西 琵琶葉這些都很棒 但是我們現在反回來看到是 其實斑的東西 大家都說斑不好 斑不好 其實我舉了兩個例子 告訴大家 其實痣 斑 色素有些是良性的 比方說日本最有名的模特兒 就是我們說的藤井莉娜對不對 這邊兩顆 比方說楊晨琳對不對 楊晨琳 對 其實你知道嗎 對 妳剛才有在順便說是什麼 就是有痣 對 有痣的話 只要它標是流濃 生湯 流血 顏色有比方3到5公分的變化 流濃 生湯 流血 有 它有些是 對不對 是有的 如果你是良性90%痣 其實痣本身 它對皮膚的一個美女神的象徵 第二是其實歐洲還有英國 美國 做了一個差不多有15年的一個實驗 發現說其實 人的身體裡面 有100顆以上的痣的 其實它的一個年輕化 皮膚的漂亮度 其實多於身體25顆以下的痣 為什麼呢 其實我們的DNA裡面 有一個叫做一個 我們說的重複序列 有一個叫 如果說你端粒體越長越長瘦 偏偏有痣多的人 其實端粒體是 提供給大家做參考的 下支莫名冒子談 孩童健康引悠大 隱碎的女孩子 下支出現紫色的斑點 出現點莫名 單單發生在感冒過後大概 左右 那耗發的年齡還是 10歲以下的小朋友 DNA裡面有一個叫做 一個我們說的重複序列 有一個叫 如果說你端粒體越長越長瘦 偏偏有痣多的人 其實端粒體是 提供給大家做參考的 但是還是有一些是危險性的 我現在夏天到了 其實我告訴大家有一個叫做 如果你的家裡的小朋友 如果並不是一個遺傳有問題 她在青春期之後 發現她的脖子後面 有些黑色雞皮的一個 她好像都怎麼洗都洗不乾淨 擦都擦不乾淨 像我一個小朋友 所以她有一個女生 她第一個是她在青春期 月經來之後 她脖子後面她還被霸凌 因為脖子後面非常的粗黑 洗都洗不乾淨 然後她的月經 永遠都是不順不來 而且她的肥胖 多毛 痘痘就很多 甚至其實她的異味比較重 其實我們有一部分發現說 其實黑色疾病症 跟我目前的胰島素結抗 還有對多囊性卵巢 月經不挑戰 一個體重的一個暴肥 沒有辦法降下來 是有相對的關係 所以一些小朋友的話 是有一個麻煩的地方 是你可以回去看她脖子後面 有一個比方說像是角質增生 或是像纖維母細胞 增生黑黑粗粗的 摸起來是高高低低 甚至她是在她的腋下 或大腿那裡 她不會癢 可是摸起來就洗都洗不乾淨 皮膚就是很粗糙的小女生小男生 你要注意到這一點是跟 好 陳慕容醫師 什麼樣的頒點我們需要注意 來 請 慕容先生 這邊有一個五歲的女孩子 她被她媽媽帶來診所看病 媽媽主要在抱怨說 這個女孩子在最近的兩天到三天內 腰部以下 就是所謂的下肢出現紫色的斑點 出血點過敏 媽媽其實她比較在乎的是說 這個小女孩除了這個斑點 出血點之外呢 她還會抱怨說 膝蓋會痛 腳踝會痛 就是 關節素會疼痛 媽媽覺得說 因為這小女孩是給保母帶的 她說如果陳醫師覺得說 這個看起來像是被打被欺負 請我要開個診斷書 她要去幫她討公道 但是我後來就仔細問一下說 其實如果你是真的是被體罰的疼痛 你不應該只痛關節處 你照道理來講 如果這個是因為打出來的紫色斑點 你應該這個地方壓下去就會疼痛 結果這小女孩這些地方是平平的 壓下去不會痛 但是就是關節處疼痛 那我再仔細問 她在出這個斑點前面 三天四天 甚至一個禮拜左右那個時期 她有一點點咳嗽流鼻水的症狀 然後呢 過了幾天 咳嗽流鼻水好像稍微好一點點 她就開始喊肚子痛跟關節痛 然後這個腰部以下的紫斑就出來了 這個叫做 她其實就是說 身體在感冒的時候 身體開始產生一個抗體 就是說我這個抗體 是要來對抗感冒病毒 結果呢 這個抗體說 順便啦 腸胃道的血管也攻擊一下 然後呢 下肢的血管也攻擊一下 關節處的血管也攻擊 攻擊到這個地方的血管 就會讓她血管破裂 攻擊到膝蓋腳踝的血管 就會讓她那個地方關節疼痛 這叫過敏性的止斑症 常常發生在感冒過後 大概一個禮拜到兩個禮拜左右 那耗發的年齡 還是十歲以下的小朋友 這一斑是會退的 會退 隨著時間度過 當然要治療啦 那全世界最好的抗發炎藥物 因為它造成血管發炎 我們給一點適當的類固醇 讓發炎被壓制下來 這個止斑也會改善 這是一種血管的發炎現象 對 血管的發炎疾病 謝謝 另外一個皮膚科 吳瑾妮要提醒我們 什麼樣的斑點 是需要特別注意的 來 沒有錯 這是有一些斑點 如果說這斑點長在臉頰上 或是說長在額頭 或是脖子上這些地方的話 那可能就是 又是那個衛視錯的自費項目 沒有 就是找皮膚科跟整形外科 為了美容方面 就可以改善一下這些黑斑 但是有一些比較值得注意的黑斑 就是說 我們曾經看過一個小朋友 嘴唇上面 有一些小小的黑斑 是不是嘴唇上長了一些黑的痣 然後不只一顆好幾顆 有時候會看過一些小朋友 或是大人有對不對 然後呢 所以這就是要特別注意 然後我們就看一下 再看一下爸爸 爸爸嘴唇上也是好幾個黑點 黑色的小斑點 那這個時候就要特別注意 這時候是一種自體 就是顯性遺傳的一種疾病 那可能會跟一些 腸胃道的疾病有關係 所以這種時候 我們又要交給腸胃科醫師 所以剛才在幫他主持前面 這個要特別注意一下 他那邊腳 怕是他這邊有照片 就實際一個例子 好誇張喔 大家都要注意 如果嘴唇有長黑斑的話 有可能要注意 是不是有黑斑 息肉症 也就是所謂的這個 PJ症候群 那像我以前有遇到一個 二十歲的一個女性 一個女大學生 她肚子痛來就醫的 那個時候呢就是說 我發現說 她的嘴唇 有長像這樣的這種黑斑 然後我們胃鏡給她做下去 胃裡面 胃裡面 小腸裡面更是密密麻麻的 這個息肉 二十歲的女大生 對... 這是一種遺傳性的毛病 它是因為基因的這種缺陷 會長一些這種 嘴唇會長黑斑 腸道會長息肉 那這個息肉 就是說它在這個腸道裡面 它會盪來盪去 像盪鞦韆一樣 有時候挑皮以後 盪得太遠 就把它鎖在的這個腸子 一起拉到下面的這段腸子 就產生 那這個腸套疊以後呢 有時候就拉不開的話 就會很痛 所以這個女孩子 後來就開刀 後來裡面是有一個 三公分大的這個息肉 太挑皮了 引起這個腸套疊 所以這個要注意 如果這個嘴唇有這種 黑斑的話 要去檢查腸胃道有沒有息肉 你知道我男生 我看到這個 我會認為那女生買到了 重金屬的 對 要注意如果是小時候 有可能 對 如果成人 也許要考慮 但小時候如果就長 就很奇怪了 那就要特別注意 整形外科 黃新惠小姐 黃醫師 來 妳又經常處理 什麼樣的判斷 來 基本上大家 一定有聽過 老人班 有 老人班 它其實是跟一個 跟日曬有關係 就是跟妳的體質 跟日曬都有關係 但是我們其實在 來門診其實有時候其實是 二三十歲的年輕妹妹 然後如果你跟她講說 妳這個班點很像是 老人班 她就 就是 對她來講是一個 就像剛剛瑋瑜那樣子 對 那所以我們這時候 為了要 讓婢人心情好一點 所以我們就會跟她講說 這個是 那個 妳這個是 就是老人班 對… 對 我們就是 她的指動性角化症是什麼 那妳就會 後面治療就一樣 但事實上我們心裡 這就是老人班 但是 對 但是我們為了 要讓我們的 就是說其實 老人班她的學名 就是指動性角化症 非常的一個常見 但是 今天跟大家講的是說 假設妳平常 就是大家其實是 慢慢慢慢的增加 妳就會看那種老年人 就是整臉 如果是慢慢慢慢增加 那沒防曬 那其實沒有 不用管她 但是有一些例子 事實上 當妳發現在沒有日曬的區域 比如說 胸口 或是肚子 或是背部 妳事實上沒有曬到太陽 但是妳發現妳的老人班 突然在半年之內 增加了很多的時候 其實這是一個曬 微如圖帽子體溫 卻遭曾國城嫌棄 我是不愛曬曬 可是我在胸口這一塊 有點像是雀斑的東西 但她肚子這邊也會有一兩點 就像字 可是她是現在的發見 以前沒發見 對啊 以前沒有的 是 妳就正常了 沒有 我胸部長很多字 這個不要 但是妳發現妳的老人班 突然在半年之內 增加了很多的時候 其實這是一個曬 基本上這是一個 就是比較罕見 但是事實上 我們是會遇到的一個曬 這叫 就是說 當妳發現說妳的背部整片 突然密密麻麻的長出老人班 但是仔細看這種老人班 跟一般的老人班 又不太一樣 它會呈現說 比較陷在妳的皮膚 因為我們看到平常的老人班 其實有一點凸凸 有一點 浮起來那種感覺 但是這種的老人班 它事實上比較沉進去 其實老人班是會凸出來 有些淺有些凸 但是事實上 如果是雷射刷 它這樣子 它就會比一般的老人班 還要再更深層 它基本上是告訴我們說 妳身上很有可能有 而且是腸胃道的腫瘤 特別是腺瘤 因為像我們自己就是在診所 事實上就是有遇到 這樣的一個案子 就是說 買課程的是姊姊 那它基本上 它有一天就帶它妹妹來說 就是伊莎 我們 我妹妹突然身上 出現了很多的老人班 那妳幫她看一下 我們一方面就是幫她 做了一些雷射資料 但是一方面覺得 她這個數量實在是太多了 對 然後就覺得怪怪的 而且她就是長得 跟一般老人班不太一樣 所以我們就是 請她去做這樣的一個檢查 六個月之後 她的姊姊就回來 然後就一直哭... 她就說 意思就是 她妹妹去一做檢查 就發現是 就是 已經走了 真的... 她就是 就是已經是 就是說 其實她最後到 其實到真的 妳真的皮膚整個出來 不管是說中醫 或許毒素的一個累積或什麼 她其實已經是最後了 其實我覺得像大腸癌 有時候像這種 年輕型的大腸癌 有時候是一個 又有一點家族遺傳的意味 不見得跟妳的飲食 或什麼之類的有關係 其實有時候妳 當妳身上發現一些 妳覺得沒有辦法解釋的 病變的時候 就請來找我們 因為其實有時候真的是 沒錯 是嚴重的 對啊 班典 我們今天現場的四位陪診團 班典 會很有感覺的人舉手 都有啊 都有啊 對啊 那黃靖倫先來 剛剛講的紅斑 還有一些曬斑 我有去雷射弄掉 而且剛剛講到老人治 其實我爸爸那邊 所以我應該是高危險群 我可能以後就會 妳現在身上有長嗎 暫時還沒有 還沒有 對 暫時還沒有 我可能長就來不及 不能在這邊講話了 對 只要一長我一定會去找妳 很難講喔 妳剛剛發現得完啊 但是我發現都是 我都長在臉上 而且是突出的那種 老人班比較多 所以這種要怎麼提防 還是因為是基因突變 沒得救就讓它長了 是不是 平常有防曬嗎 比較少 我覺得男生應該要健康 我們男生還是沒有在防曬的 對...就是如果妳有這樣的體質 因為其實妳 其實回去看一下爸爸媽媽之類的 其實這些 不管是痣或者是班 事實上會遺傳 聽起來是普通的老人班 因為基本上我覺得 我們今天提出這些案例 有一些是比較罕見的 或是說提醒妳一些曬 那基本上就是 大部分如果是常見的就還好 聽起來就是 靖倫兄的應該是普通的老人班 補充一下就是說其實班點 有各式各樣的班點沒有錯啦 只是說大家不要太 不用真的不用太擔心啦 像剛才提到那個 紅色的紅色字嘛 其實我們有時候 我們遺傳上 他會說它是這個 叫做 其實因為年紀大了 才長出那一顆 像剛才往靖倫的身上 這麼好聽 這麼好聽 對啊 叫智慧師 因為真的 很小很小的話 真的是比較不會長 大部分就是 有一定年紀之後慢慢長出來 尤其現在老人家 常常會來問我們身上說 一直我們身上長很多顆 我們都跟他們安慰說 這是叫智慧智 有智慧的人才會有 所以千萬不要擔心 醫生好會說 我覺得他安慰得挺好的 真的 瑋如妳的狀況 我自己皮膚的臉上的部分 我其實很注重防曬 但是我有發現 我最近這幾年 因為我大家 我是不愛曬太陽的人 可是我在胸口這一塊 就是在 真的 我是說真的 但胸口這周圍開始有長得 有點像是雀斑的東西 就這樣子一點一點在這 可是我平常是不穿比基尼 也不露胸部的 我真的 我也不想 我們等一下撕下一些 去皮膚看看 而且這是在生完小孩之後 變得更明顯 就是生完小孩之後 好像整個體質都改變了 包括肚子這邊 也會有一兩點 的那個斑點 你們想看我肚子 肚子可以看 肚子可以看 就給大家看 就是肚子這裡 這個 有會突起嗎 沒有 平的 你摸 沒有 是平的 但是整個就是胸口這邊 就有點類似像這樣 然後比較淺一點點 它這像痣 如果是平的話 有可能是痣 它就是痣 那有可能是痣 可是它是現在才發現 以前沒發現 對啊 以前沒有的 痣不一定是小時候 慢慢長大也會長痣的 那是正常的 真的喔 可是這裡沒有曬到太陽 對啊 我這邊都看 它胸口也有 對 我這邊也 痣不見得都跟太陽有關吧 這個太陽沒有關係 這個太陽沒有關係 所以我胸部 這就不要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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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我們再來會診 因為我也滿有興趣的了解 來 熊熊妳呢 我自己是因為我很常出外景 那但是其實我都還是已經有防曬 但是因為可能太陽太大了 所以我常常會長一些曬斑 就是想說一長我就去打那個雷射 可是因為你雷射一打完 我有一次就打完之後 我又再出外景了 就更黑 就反黑我就嚇到 然後我才發現說 你打完雷射有一段時間 你是必須要就是隔絕紙外顯的 所以我之後都決定就是可能 冬天的時候 或者是快過年的時候打 因為你才會有修復的時間 對 女生就是怕這種東西 膚質不好 暗沉 斑點 對不對 我剛剛很怕醫生說 曬班是偶人斑 好險不是 對 曬班那地方其實還滿好玩的 對... 曬班 這樣也可以 來 斑點妳呢 斑點都會有 可是我覺得家常防曬 就是可以一般日常防腹 可是我覺得要提醒的是 很多老人家 像我的長輩 我有一個朋友的長輩 長輩通常他不愛漂亮 他們對身上的斑點都不在乎 他覺得幹嘛去弄這樣子 可是我覺得不能輕忽 我的長輩他的那個 他的長輩就是 眼睛上面就長黃褐色的 一整片 滿大的一片 他又戴著眼鏡 他覺得沒關係 後來就叫他去檢查 才發現 他竟然身體裡面有 他覺得沒關係 後來就叫他去檢查 才發現 他竟然身體裡面有乾淨 然後我不曉得 這個是不是有相對應的關係 所以你不知道有沒有對應關係 對 可是我覺得身上 一直長了一些奇奇怪怪的斑點 的時候 你寧可再多去 進一步去檢查 去了解 為人子女的 要替他們注意一下 基本上我們今天要處理的 就是這些問題好不好 我們請誰來 如果我們做個 來 中醫師好了 來 因為現在 醫美整形雷射 乍看一下雖然發達 但是其實 我們在中醫的理論來說 還是要內打斑 外攻擊 所以其實內在來說 其實一兩千年來 其實傷害雜病論已經告訴我們 有一個偏方漢 密方漢 現在已經實驗起來 非常好用 就是一個 是非常對於 在一兩個禮拜內 你可以散發出 我舉個例子給大家聽 就是說 它其實很簡單 就說 一百八十CC左右的米醋 不管是日本米醋也好 台灣米醋也好 你把一顆蛋 就隨便喇喇打進去之後 你把它分三天吃 每次拿出三道四湯匙來 你用熱水沖下去之後 早上烘飲服用就可以了 也要選那個席選蛋 比較乾淨的蛋 因為在其實有一句話 其實不知道待會兒我們聽過 其實花有蟲開始 對 人無在少年 你什麼都是要知道說老化是什麼呢 你從出生一開始 接觸到空氣和紫外線開始 你就開始 所以其實在一個老化過程中 你必須要去搭配到食物 還有外在的保養 那食物方面 你不要忘記 世界衛生組已經說了 其實在豬 羊 牛 紅肉 它已經列為 所以其實在豬 羊 牛肉 你要盡量少攝取 你可以把肌肉 魚肉提高大量的話 會對皮膚的修復是比較好的 看完今天的節目呢 關心皮膚的健康 不只要在對外在的美觀要求 同時應該更多的是 對於健康的關注 我想請大家開始要注意一下自己的 食肉 紅疹 紅瓣 感謝你們今天收看 別忘了每個禮拜到禮拜五 都決定到十點中間中不代 請收看金白大姐姐 祝各位健康 晚安 拜拜 好 謝謝你們 謝謝